好 今天的生活懒人包来关心Omicron的传播力超强 担心一人确诊全家人恐怕都跑不掉 不过有营养师他在脸书晒出自己的筛检证明 说他有多次居家隔离 甚至在老公确诊的前一天 两个人还有亲密接触 不过他的快筛和PCR都是阴性 营养师也就个人经验分享他的抗疫营养菜单 教大家如何提升免疫力 疫情不断升温 就怕家中有人确诊 但有营养师就在网路po文 自己不止多次被匡列隔离 甚至老公快筛阳性 前一天两人还有亲密接触 不过怎么筛 怎么PCR都是阴性 晒出快筛PCR记录 他说自己只接种了两剂疫苗 能应再夺过病毒 营养师分享经验 建议这样吃就能提升免疫力 平常可以多摄取胡萝卜等食物 补充维生素A 不只能保护眼睛 还能修复喉咙联膜 而维生素C以及维生素D 则是可以提高免疫力以及心肺功能 透过当机的巴勒 还有黑木耳就能补充 至于维生素E 具有抗氧化功效 坚果 酪梨都是很好的选择 其他营养素 矿物质辛和Omega3也要多摄取 营养师也提醒 要完整建立好的免疫力 最好避免油炸 以及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取 健康不二法门 想要成为天选之人 说穿了就是要注意营养局衡 谢谢三文军 张仁杰台北三文报道 好避免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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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避免油炸